大家好,我是青木 今天又到周末了 礼拜六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每天会上来给小鱼喂喂食 看着这些多肉一天天的在成长 心里挺高兴的 每次上来这边吧 心里就特别的愉快 有时候在上面晒一下太阳 旁边这里我有一个小凉亭 早上的时候会买我们这边的米粉 桂林米粉 也是当地的特产 买上来坐在这里吃 边吃着就看着这些多肉 喂这些小鱼有时候也挺好 这些小鱼嘛 喂习惯了 你喂它就上来吃食 吃得也比较快 之前养多肉 纯粹就是为了养着好玩 养着好看 现在特别是今年 看着很多人的多肉 尤其是看一些直播间 还有网上看一些别人的视频 就想着自己养一些精品 可能就是一个过程吧 就像我们养鱼或者养其他的花式的 养到一定程度你可能又想另外一种模式了 把它养得更好一些 虽然我们这边的环境不是那么适合多肉出极致的状态 特别是一些多肉甚至比较难养 但我们选好品种 特别是配盆配土呀 还有通风啊 这些做好的话 出状态还是可以的 就是大家要挑选一下 今天我打算挑一些大普货的品种 特别皮色好养的那种 在我们这边嘛 夏季相对还比较好度夏的 我挑一些这样的品种 一些小苗 把它用小盆控起来 这个吊盆里面养的是散裙 下面这一颗是粉红布丁 上面那颗是基隆月 这两个品种在我们这边也特别好养 而且也特别容易出状态 我打算把这两个小苗都挖出来 换个盆到时候控一下 我这里的小盆子不多了 特别是那种比较好看的盆 所以只能挑几个品种 我想把这些品种控得比较圆 比较肥 这一些叶叉苗的子乐 是吊在凉亭下边的 这个长得也比较肥比较大了 我挑选一个多头的 用多头的控起来可能好看一些 这个居拢月挺小的 我挑小了 应该挑一颗大一些的 这颗粉红布丁还行 因为它下面抱了一圈的宅 这样看上去可能好看一些 这颗子乐是三个头 现在这个子乐状态很一般 也不是太好 还没有控除那种非常紫的血斑 这一个品种是 这个是仪女心 这个仪女心好像是老板的吧 这个盆里面也种了很多个品种 打算挑一些黄丽 仪女心也挑出来 这些品种在我们这边非常好养 也非常好度下 仪女心相对差一些 这些盆吧 是我从下边窗台那里挑上来的 我窗台那里很多这种小盆 有些送人了 有一些好一些的盆我就留着 因为我考虑到这些小盆以后我可能还用得着 特别这些盆里面养的这个 有些是养了有两年了 有些是两年多了 像那个红手指就是一直是这样小小的盆 它长得特别慢 不怎么长 这里的土是我前几天办好的 这些土就是沙子 还有椰康 还有一些黄土 甚至是那种田里面挖的田面土 里面还放了很多白色的这种颗粒 叫做珍珠岩 还有一些那种卖饭石 火山石 火山石卖饭石那些不是我刻意放的 就是我换土嘛 换土 那土上面本身就很多这种铺面石 铺面石干脆就给它倒进来了 现在把这些全部给重新种一下 我们如果是控养 尽量选择一个盆比较小一些的 我这里已经是最小的盆了 还有几个比较小的 那种盆太丑了 我没有选 这几个相对好看一些 其实应该选更小一些的盆 控这几颗会更加好一些 我们这个土啊 尽量把颗粒调高一些 像我这里抓土 抓的很多都是土表面 因为很多颗粒嘛 半来半去的那些颗粒就浮在上面了 我所以放的颗粒会高一些 大概有个60%到70%的样子 空间是一个大问题 这些弄好了吧 又没地方摆 摆了以后其他的那又晒不到太阳了 因为路氧的面积只有这么小 要么就是放窗台的地方 其实我下面那些窗台 很多都被我摆满了 也没地方摆了 其实控养在南面窗台 也是可以控养的很好的 我那些窗台吧 要么就是西边的 要么就是西偏南一点的那种窗台 晒的时间也不是太长 而且我这里的雨棚嘛 还没拆 本来那个师傅前两天就要来 我这里帮我看的 结果那个师傅在外地 还又忙了几天 过两天才过来帮我这里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雨棚 我到底要买多少的材料 只有弄完了以后 我才敢大胆的把这些盆呢 大量的换还有一些品种 大量的给它拖土 重新的摘一下 我这里的很多都其实都应该要重新换盆 甚至上盆了的 有的都是积极的挤在一个大盆里乱七八糟的 现在拍这个视频 记录一下 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过一段时间啊 颜色会上得很快的 因为这种是控养的 毕竟它那个土嘛 颗粒含量也比较高一些 比我其他盘里面 那些上色肯定是要快的 前提是我这里 不要老下雨啊 老下雨我又没办案的话 它还是不太容易出状态 这颗遗女心还是长一下才行 现在比较小 盆选的稍微大了一些 选这些控养的 尽量是盆和多肉差不多大小 那是比较合适的了 像这颗秋莉也是 秋莉也稍微大了一些 是盆大了 或者说是秋莉小了 秋莉再长大一些那也行 而且这个秋莉前面那叶子 长得也有点土 这种还要控 秋莉可以控到很圆的 比较短比较圆那种状态 红手指这里 这些红手指之前搞装修 喷那种乳胶漆 喷的全是点 那个盆上也是这种点 弄不掉了 那些叶片上面也是这个样子 有些难看 这一颗就更小了 这一颗 这一颗已经是最小的一个盆了 这一颗 基秋莉 基农月 如果控出状态好一些 也是能控到特别圆 其实纸了也是可以控得很圆的 我们正常状态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正常的叶片比较宽 比较相对比较长 控得好一些 真的是可以控到很短很圆那个样子 黄利控出来那个状态那就好看了 黄利的状态是这些 里面估计是最好看的 它那个果冻的橙色橘色到红色的戒变 绿色好几个颜色 以前我有空一盆 那个盆被我一移掉以后 它又没那个状态了 我换一个角度这么拍光线好一些 阳光从那一面照过来 这么看着稍微还有一点颜色 我喷一下主要是把表面的那些灰喷掉 因为我下面刚才换土的时候 上面很多灰 那些土过得没给它打湿 没打湿吧 那些灰都在上面 现在这么看丘利还比较大 等过一段时间把它控圆了 让它叶片消耗了 那就好看了 其实丘利出到一个极致状态 是非常的只带有暗纹的那种颜色 基隆月也就这样吧 太小了 对我而言 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大一些的多肉 我那些大一些的多肉会多一些 这些小的只是为了筋控一些嘛 看看能控出什么一个极致状态 这些特别适合我们地方扫的 没有太大面积重的 特别在阳台 南面阳台养多肉 那个面积很有限 就适合养这种小盆的筋控的 这样也容易出状态 出颜色 今天的视频先记录到这里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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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